好可爱 一条海参扭动 嗨 大家好 我是温温 她是那提 好可爱 一条海参扭动 近年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台湾引进越来越多国外的猫咪用品 至少我是养猫的啦 所以我就是注意猫的用品嘛 那其中呢 韩国的猫玩具 有越做越精致 有越来越受欢迎的趋势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 韩国猫用品 2023年新年无旋 好我们就一样一样来介绍哦 有的是我们第一次买 也有的是纳提已经用过了一段时间 觉得好用来推荐给大家的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样是这个 豆猫棒的收纳袋 哇这个好大 好 这一样呢是我从摩毛宠物选品店买回来的哦 他们是从韩国连线代购回来的 那我选的这个应该是 作者的猫的图案 大家有没有豆猫棒收纳的困扰呢 因为我们家就常常东一只西一只 然后有时候不知道摆哪里 那有时候是怕它不小心吃进去 所以呢平常时候要收起来 要玩的时候再拿出来 这样也比较有新鲜感 它这个呢都有这个扣子的设计 平常呢收纳起来的时候 就是可以把它完全的扣合起来 可以收纳很长的 也可以收纳很短的豆猫棒都可以 底下它还有一个布标非常可爱 那上面呢它会有附这个 杆子跟这个吊绳 你平常呢就可以把它吊在门上面 或是门后面这样子 那摩毛呢他们非常贴心 他们还有附给我们一个这个 门上的挂钩 这个应该五金行或是很多地方都有卖 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 挂在门上面之后呢 再把它吊挂上去 这样就可以咯 我们同场加印这个 韩国手工的豆猫棒 你刚才没给镜头看一下就要玩 等一下这个 它有很多的都是手工的天然的羽毛 我们平常呢就用这个三节式的豆猫棒 来操控非常的方便 纳提非常的喜欢这一组韩国豆猫棒 我是在Payfor 他们就是引进台湾来卖的 我会推荐这个天然的羽毛呢 也是因为纳提它是有一些特定喜好的 意识癖 它精度非常旺盛嘛 就像现在这样子 那有时候玩的太激烈 它就很容易 把羽毛给咬断 然后有可能会吃下去 一个是当然是避免它吃下去啦 那另外一个真的是不小心的话呢 好起码它是天然的好吗 那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家中孩子们的状况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物食之类的意外 还是要赶快寻求瘦意识的帮助喔 通常呢我们会觉得说 哦这个豆猫棒就是要在猫的身上这样子 这样子逗来逗去啊 这样好像它才跳得比较起劲 但事实上 豆猫棒有其他不同的玩法喔 他们这些头啊 其实都是模拟大自然中各种生物 对小昆虫啊 鸟类啊 这些猫咪有可能会真的去猎捕这些小动物 比如说这一只像是一个 我有举例可能像是小鸟好了 它就可能在空中这样飞 它不会去飞到猫的身上 它会自己飞自己的 然后有时候呢 它可能会躲到一些地方休息 那我们就是让猫咪它去观察 对它想办法看要怎么样去猎捕 有没有 结果它紧动了 好那比如说像虫啊 它在地上爬 鸟在天上飞 我们可以模拟各种不同动物的姿态 就让它们体验一下 在外面当猫的乐趣嘛对不对 不是只有这个东西就是 弄到你的头上 赶快来吃这样子 那底筋玩坏的是这个 长得很像削铅笔下来的屑屑 它也是天然的羽毛喔 然后也是韩国手工做的 但是因为那底筋太激烈了 所以这个头已经要分离了 要太换下来 免得它真的咬断吃下去 我们要来介绍第二样 在大家右手边的这一款水碗呢 叫做Studio Alive 月光灵灵的透明玻璃水碗 左手边这个是Inherent的透明玻璃水碗 那第一个呢是好清洗 第二个呢 它喜欢喝透明的水碗 我们在家里就摆了很多个水碗 让它自己去选择 那让猫咪能够多喝水最重要的点呢 还是在于情换水 那提试用过也觉得还不错 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两个水碗喔 第三样要来介绍韩国的水碗漂浮器 长这样 欸 超可爱的有没有 它带来一个泳圈 那这一款我原来买的是 橘色的泳圈款 那像这一款是我刚好抽奖抽到的 感谢摸毛的老板娘 好可怕 好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玩 所以来看看那提的反应如何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这一个泳圈的水碗 还是什么小人随便啦 丢到这个碗里面 啊 好可爱喔 它要溺斃了 它要溺斃了 来来来 娜婷 救一下它好不好 哈哈 这样好像的确可以增加喝水量 应该吧 应该啊 它超有兴趣的 我们就来介绍第四样 那提超级配合的 没错 第四样就是那提趴在上面的这个 我其实不太确定它的品牌名称怎么发音 它是DUIT DUIT 质感高密度猫抓板 好 这一款我是买浅灰色 但浅灰色跟白色好像是差不多的 对 它的浅灰非常的浅 不知道镜头看不出来 其实那提已经很长的使用它了 从我买回家第一天它就在玩 实在也可以玩 这一款呢 就是很耐抓 所谓的高密度嘛 它就是耐抓不容易 是跑出很多的瓦韧脂屑去 宽度够宽 所以猫咪在上面抓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伸展它的背部肌肉 它有附防滑颗粒可以另外粘上去 我这边是没有贴啦 对 那建议如果使用的话 还是贴一下比较好 这样子猫咪在抓一抓的时候 才不会就是飞出去 它们已经有很多纳提的记号了 对 那这个就是继续让它使用 因为猫咪就是抓烂 它就更喜欢这一块猫抓板 这一个同样的形式 我在台湾好像也有看到过 所以大家要选择猫抓板的时候 可以选择比较大的款式 让猫咪可以完整在上面伸展 同时呢 它因为有一个凹槽的设计 所以娜提也可以在上面当成睡窝 一个猫抓板多用 很棒 第五样要分享这个超酷的 猫草泡泡水 这个应该是蛮夯的品项喔 我在网络上其实有看到 其他家有卖一些不同品牌的 猫草泡泡水 但这个是我第一次买的 这个是韩国出品的 我给娜提有使用过一两次 但是因为之前在户外使用的时候 因为风太大 娜提闻到味道 妳好烦啊 好 里面就有附了这一瓶 泡泡水 泡泡水的吸管跟吹头 这有什么好玩 这样也要玩 最后有附了一包 猫草还是猫薄荷的小包装 这可以另外给猫咪玩的 那我们就实际的来吹给大家看看吧 看看娜提愿愿跟他互动 包装就可以互动了 这么方便 它的颜色都是透明的 里面就有一股蛮浓的猫草味 那我们就沾一点这个泡泡水 然后吹出来看看 有耶 走掉了 他要思考 这是什么我哥 要一口气吹出去 吓死 刚刚的猫草泡泡水呢 我们之后还是拿去外面跟那体玩好了 在乔里还要擦地板 我们之后还会陆续介绍更多的 韩国猫用品喔 好啦 我是温温 她是那体 喜欢那体请订阅那体 是猫屁的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见